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他昨天讲 今天还在 舆论还在受到影响 两岸不可分割 就像美国跟夏威夷 美国跟夏威夷能够分割吗 所以台湾跟大陆也不能分割 而且他说大陆的军事 将会远远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想要保卫台湾很困难的 因为马斯克 他之前讲我上海厂的德斯拉 比美国厂有效率多了 而且产量大多了 所以他从这边觉得中国很厉害 工人也不会给你去罢工 也不会去抗议 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叫你做多久做多久 另外最近因为美国议会 通过说否认2758号联合国决议案 所以有些人就鼓吹 台湾应该参与联合国 台湾自己当然约约于死也希望 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 就是这是伪命题 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这样 假命题 因为他们是安全理事会 财政理事国不容易 但我们那时候也是 障碍被赶出来 可是目前看起来 他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起来 他现在比那时候强多了 那个时候都把它纳进去了 你说这个时候要把它赶出去 有可能吗 好 昨天又征获68架供击 40架越中线 非常密集 看到没 不管是68架还是40架越中线 双双都打破今年以来的纪录 一直在破纪录 不过台湾人大概也麻木了 好像无所谓 68架 88架一样 实际上其实是有意义的 你不要以为是没有意义的 否则他干嘛干这个事情 大陆希望国家发稿委提出来说 希望两岸共推绿能 不都要绿能吗 我们来推绿能 他说福建海边 最适合做海上的风力发电 我们发了电话 送到台湾给你们用 对不对 他再来是讲 你们合飞料没有地方放 对不对 帮你们放合飞料 我们地方可多了 这个消息比较震撼 中国的国防部长 两个礼拜没有露面 李尚福两周没有露面 因为这个消息哪里出来 是越南出来的 他本来跟越南要举行 国防部高官的会议 因为他们有一个 年度防务合作计划 中国跟越南 看怎么联合防务 本来要来 算不来了 就引起他的揣测 习近平之前才干掉两个 火箭军的高阶将领 现在国防部长 突然两个礼拜不见 大陆官员只要不见了 就很奇怪 这很奇怪 怎么会不见呢 而且本来排的活动会议 怎么不参加呢 英国金融时报说 美国政府认为他 已经被截职了 被file掉了 我们看一下 副总统怎么看 马斯克把台湾比喻做夏威夷 副总统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倒是外交部跳出来枪杀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马斯克无视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网络自由 且中国人至今仍无法使用 X社交平台的事实 用前身是推特的X 无法在对岸使用来大栓 马斯克 外交部长吴钊燮 前一天就先在X开枪 会这么生气 都是因为特斯拉的创办人 马斯克接受节目访问 被问到怎么看中国问题 和美中关系 马斯克说 近年多次造访中国 跟不少高层交流 很了解中国 不远的未来 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 会远超过美国 让美国保护台湾更困难 而中国会用武力 将台湾融入中国 如果没有用外交方式解决 那么就会有武力的解决方式 这样的发言引发议论 不同于外交部酸度破表 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 反酸台湾 果然有人不高兴了 还说有很多网友 认同马斯克说的 最后再次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怎么看马斯克 特别是李尚福到底跑哪里去了 我来先讲绿能合作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创意 我要是台湾政府 不管绿 不管蓝 我一口答应 而且大规模的 我应该在最后签合作协议的时候 应该讲所有合作的风电区域 不管你的岸还是我这边 通通要附带变成非军事区 你看 所以你看海峡两岸 通通是这个再转 再转 再转 都没有飞弹盒 你看多好 就是间接达到和平的目的 你不要说老共要的东西 我们就说No 他不要东西我们就讲Yes 这太死板了 这样的反应方法 谁都会做总统 对不对 不只是赖佩霞 我也会做 赖佩霞副总统 那回到讲马斯克 我觉得马斯克的 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他是首富中的首富 他钱多到 翻了好几倍 不是 他钱多到 他在制作里头坦白承认说 我为什么要买Twitter 他说我买Twitter后来是亏本的 但是我钱太多了 我又不甘心看着那些钱 放在银行里头 我总要买一个东西 所以后来就看上Twitter 你看人家有钱到程度 但是他没有想到要选总统 这是他比郭董愚笨的地方 你看 搞一项子他就要选了 他听了沈浮雄的话 就是检讨一下要选 但是马斯克这个 他有他言论自由 他这样的讲法 全世界不是只有他一个 很多人是持这种讲法的 马斯克这种讲法 其实有没有违背 他们国家的官方立场 有的 因为台湾关系法 不是这样讲 台湾关系法你是一种 世界上唯一的中国政府 但是合法政府 但是台湾 台湾台湾关系法 并没有确认说是你的 台湾关系法是把台湾看成 是一个类国家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 恐怕大家还听不懂 大家想类固存 什么叫类固存 是固存 但是不完全是固存 才叫类固存 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国家 是国家 但不完全是国家 要不然 那个游戏坤怎么会有 那个政国会 对不对 政国会就是不太像国家 所以他才叫政国家 为什么不是像国家 是类国家 所以马斯克那个讲法 跟美国官方立场不完全一致 就是没关系 他讲给你说 但是我们官方也不能完全不理他 就是意思意思反驳一下 反击一下 这样就好了 你如果要认罪罗 讲到嘴巴 我觉得白费力气 对 不过不能再老沈再讲 再讲一下要告诉我们 什么叫固存 我们沈大老是我的学长 台湾一中的学长 我记得你也是法法的创始会员 我们在威斯康西论书的时候 法法都来演讲 关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那一段 沈大老应该记得非常清楚 1971年的时候 有一个两阿的一个决议文 2758号 你们说承不承认 两阿阿尔基利亚 阿尔巴尼亚跟罗马尼亚 23国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经过联合国的决议 76个国家赞成 35个国家反对 17个国家弃权 这个决议文决议了什么内容 这个内容非常清楚的讲到什么 是中华民国ROC DEC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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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 Succeed Succe 继承 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中华民国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是台湾人 中华民国的一份子 我们义愤填庸 但是今天谁造成中华民国 在国际地位 这样的一个困难 这个2758号决议 你说不同意 就全世界在联合国决议的 那始作勇者是谁 Nixon 就是Nixon Nixon在1971年9月16号的时候 明白告诉我们的外交部长 周舒凯 我们的美国大使沈正宏 我们要求美国必须要争索 当初甘乃迪跟詹森 对中华民国的承诺 他们承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一个地位 不会改变 但是尼克森当场拒绝 他说他没有办法去承诺这一点 从此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整个一面倒的本来在联合国的一个表决 几乎都差五六票而已 但是从尼克森坚持以后 这个最后日本还跟澳洲 还非常友善替我们提一个 一个比较复杂的双重代表 但是因为他比较后面提 也就后面表决 结果前面人家都已经表决 大树以气 结果后面又有人要说 这个提案说这个不做表决 好了 造成今天的状况 今天马斯克讲的 谁是始作勇者 我想我们绝对捍卫台湾 捍卫中华民国 但是美国你今天为了你国家的利益 前面讲这个话 后面讲这个话 你要赶的话你就成立中华民国 就这个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补充一分钟 不好意思 全教讲那些都对 但是他漏掉了 不晓得是刻意还是疏忽 还有一段逆行 就是说那个时候美国政府 觉得对台湾有点亏欠 而且老共没有那么凶 没有那么猛 而且老共急着要进来 所以才有台湾关系法 没有 那是后来的 不是 你讲的是两段 他讲的是联合国 就是要讲那个 不是 这个李全教委员讲的是 退出联合 我们退出联合国 我就是讲那个 你讲台湾关系法是断交的时候 不是 那是后面的 那是后面的 你也把它切掉 没关系 那两段 两个我们在一起 不是 那时候 不是 美国政府要有一个附带决议 给台湾一个普通会员国的代表权 而没有安理会的代表权 没有 我们伟大的老总统不要了 怎么可以 老总统他要就来不及来 老总后来要 跑外交的时候 而且我是访问过周舒凯大使的 就是这个情况 李宣教委员讲的前半段 然后沈大佬讲后半段 其实就是在当时很简单 就是尼克森 他派了基辛吉去的时候 就是大势已去了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大陆他已经在联合国 因为他是从在大会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票数了 他已经有这些非洲 所以说为什么中国的外长 他开春了之后 他第一个先访问的国家 一定是非洲 因为是这些非洲的盟邦把扛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了联合国 所以到那个时候 当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当美国在提出这个 双重代表权案的时候 其实对于蒋介石总统来说 他当时在最后阶段 他是想接受的 可是大势已去了 都来不及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当你这个美国的政府 已经有这样的清楚的表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老布希总统 他在那边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大势已去了 日本也没对我们这么有情有义 当这个尼克森去了 当尼克森还有去了大陆之后 日本就先跟我们断交 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 就是如同这个 中国大陆代表所说的 很重要的一点 我之前已经提醒了 就是说我们外交部 今年要提出 用去挑战这个2758号决议来讲的话 这个在联合国 因为我们在联合国 你要承案的话 他要先经过总务委员会 你要提案 美国也没有提案 也没有正式提案 所以说大陆说这个是违议题 它就是个违议题 美国只是国会通过行政部门 并没有同意 对 他没有同意 可恶 我告诉你 整个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当时我们认为 美国最坚定的友人就是尼克森 尼克森一生反共 而且叫做反共先生 大家觉得尼克森 一定是支持中华美国 到底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背叛我们 休息一下一回来 你听到没有 欧友宜昨天晚上到美国去访问 八天 罗森伯格AIT的理事主席 在推特发文欢迎他 上面还有照片 侯友宜说 为什么去美国 要让美国了解 我要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另外他在出国以前 先去逛美国馆 什么美国馆 现在有一个国防展 在南港江南馆 都三天了 然后我想这一登以后 我们在一讲 一定很多人去看 三天有各种国防的 而且侯友宜是第一个 总统候选人去看的 而且去看美国馆 表示对美国的支持 而且还去试乘F-16V的模拟机 蔡英文试乘过 蔡英文之前试乘过 然后侯友宜现在试乘F-16V的模拟机 所以表示 你看我挺买F-16V 问题是F-16V什么时候交集 到现在搞不清楚 好 那金融时报 今天登给消息 说美军会不会保卫台湾 是侯友宜到美国 要要求拜登政府讲明白 讲明白 说清楚 你保不保护我 一口讲说 后遇怎么会讲这样的事情 这是很不礼貌的 你这种思想 你怎么登在Financial Times 这么重要的报纸上 怎么回事 后来侯伴发了一个声明出来 侯伴说外界无需误解 是因为他们昨天去逛夜市 当然林宇芳就很生气说 这么重要的题目 怎么去逛夜市讲 去逛夜市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 后遇就开玩笑 说你问我美国会保护我们 我到美国去 刚刚问美国人好了 结果凡天宇芳把他做成 现在均无戏言 就算不是军 因为你是可能成为军 也不能有戏言 不能开玩笑 凡天宇芳就要去问美国 赶快问美国 问美国谁 美国怎么回答 所以这个 这不错 有票 我也觉得是非常好 对 我觉得是OK的 该问的 非常好 侯伴立刻声明 因为这不合外交的礼仪 但是对民众来说OK 那柯文哲呢 美国也不能跟你讲 你现在问谁 那美国问谁 他不讲也应该要问 可是不是事实吗 我告诉你 你问谁 我补充一句 那个侯伴其实有改进的空间 他出发以后 他现在写的那个 那个 新闻稿 脸书 这个没有水准 到底目的是什么 还有逗点 那个full stop 逗乱七八糟 那个英文程度真的很差 你看得那么细 当然 逗点都看 你以为我来这里赚你的通胯 会是骂骂乎乎的 好 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也接受Bloomberg Bloomberg是很严厉的 像是赖清德到美国访问 接受Bloomberg的访问 一直盯他 你主张台独 你是不是主张台独 台独要怎么做 台独会给台湾带来战争 赖清德想闪避 闪不了 外国记者很凶的 问到底 访问柯文哲 然后也谈美中台关系 看完了访问美国的学者说 他是一张鬼牌 就是说 英文怎么讲 原文 我不知道 我没看到英文 你讲嘛 你也会去查 没有 我不查 我知道你会查 不 我没有查 你通告费 你通告费没有高到 我必须查到这个程度 好吧 你也不知道 好吧 接受他也不知道 一般就是Ghost car 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这样 那个很奇怪的字 柯文哲说 现阶段谈统渡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吵也没意义的 不要吵了 吵这有什么意义 反正就是说 他就是忽焉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变过来 变过去 今天可以否定昨天的谈话 大家也不在意 这是柯文哲 这是了不起的 其他人只要这样 就被骂死了 你看 这个柯文哲被评价如鬼牌 难以捉摸 柯文哲说 接受Bunberg的专访说 我不会完全拒绝九二共识 那是什么意思 是拒绝还是不拒绝 我不会完全拒绝 所以你要 你说他反对九二共识 我没有反对 你说你支持九二共识 我也没有支持 他就是这样子 那么侯友宜民调因为已经高了一点 因为去访问美国 很多人去问美国 访问美国 因为他之前访问新加坡 日本都还不错了 美国是很困难的 因为美国基本上对侯友宜 是不友善的 虽然表示或什么发点述什么 因为美国是非常支持民进党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政府像民进党政府这样 适事听美国的 叫你买武器就买武器 叫你增加国分率就增加国分率 叫你延长兵营就延长兵营 叫你搞不断战争就不断战争 叫你动员后备军人就动员 哪一个政府这么听话 所以很有趣 再加上这七八年 民进党人在美国点药水 说国民党就是亲中 国民党就是反美 反正在美国 就爱那个叫赵浩康 对 赵浩康 我也被他们做成影片 绿营是把它做成我的话 做成影片断章区 去跟老美讲 赵浩康是反美 反美 不是说反美 不是说我们反美 好不好 所以侯友宜去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只要不失分 能得分最好 不失分其实就是成功的 就是加分的 绿营小鸡说有点紧张 说侯友宜如果没有 因为立委跟总统的关系 绝对非常密切 马英九第一次选举 因为马英九选的非常好 立法院四分之三是国民党的立委 第二次没有第一次选好 就变成三分之二 现在选不好 就一下子兵败如山倒 来 嘉瑜怎么看 确实侯友宜这次去美国 大家都在看 有没有什么亮点 这次所传出来的 除了跟这些美国的智库见面之外 其他像洛杉伯 上次大家也说 会不会跟赖清德见面等等 后来也确实跟赖清德见面 可是这次侯友宜 跟美国的政界 有没有任何的交流 或是有没有任何的重量级的人士 好像目前都没有看到 所以也凸显说 侯友宜在外交政策 或者是在外交关系上 确实有匮乏的地方 更何况这个金小刀金补充 曾经当过这个驻美代表 照理说跟美国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这次所凸显出来就是说 刚刚讲不要失分就是加分 看起来就是侯友宜 不管在英文的能力或各方面 如果说真的要他有一场 对外公开的 跟智库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话 可能对他来讲是扣分 所以几乎所有的行程 都是保密到家 也不知道侯友宜到底去美国干什么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说 全场讲中文 全场讲中文 就是说跟美国智库的交流的谈话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 有英文的这些能力让大家看到 他不用讲英文 你想老赵的建议是什么吗 讲台语 他说不太有讲中文 全场讲台语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我昨天跟侯伴连讲过了 他们说有点困难 为什么 拍不到 拍不出那个翻译的 翻译可能 你怎么没想到我呢 翻译 你怎么不建议我呢 但是美方对于 很有名之前的很多论述 说翻译可能没有那么熟台语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高嘉宇讲的话 完全是见缝插针 因为他第一站到纽约 我觉得纽约这一站 我觉得最有意思了 去NYPD总部 去看那个打击犯罪 然后怎么用一些 这个智慧的AI工具等等 来去做一个犯罪的打击 这好像比较是市政层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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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就恨什么 诈骗 大家最讨厌 就是我们对诈骗 然后扫黑扫毒 大家对现在民进党政府 这块很不利 大家每天接到诈骗电话 包括我自己 也都接到诈骗简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站 我觉得别出心裁 也凸显说 他是台湾探长的这个概念 如果其他的候选人去纽约去 就是侨胞 大家话动算 但是比较少实质的这种交流 你看NYPD是一个 全美一流的最大的 电视节目 每天NYPD拍影集 所以对于纽约的警察的办案能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 这件事情 当然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 跟政治国际关系有关 但是对于台湾的警察 甚至未来台美之间警察的合作交流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会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当议员的时候 也曾经跟市长一起去洛杉矶交流 也是一样跟洛杉矶的警察这边交流 一样的状况 可是中文后選不一样 市长在做的事情 如果说台美对于打炸这个 是台美司法互助的协议 到底说应该跟法务部相关的 去做这样子的交流更有意义 他们不是跟NYPD交流 是NYPD派了警车沿路给他开道 以总统的规格给他开道 这点是他们觉得是不错的 是我们的人要选总统 这个是我略知一二的 这个是我们主席跟夏立言 他们安排的 因为知道纽约是世界美国最大的都市 他诚心犯罪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好可怕 那他们的 他们在治安这方面 当然值得我们去借进 那侯友宜先生又当市长 又当过警政署长 他从警察系统的 台湾现在的这个诈欺也非常的严肃 刚才这个赵大哥讲 纽约的警方也希望他去 各位别忘了 纽约的警察局上不是官派的 选的 他是民选的 他里面当然有他的政策面可以谈 对不对 而且纽约的警察帮他去开道 请问 这个侯友宜到美国 到纽约 到这个大概在西岸一个大城 然后再到这个Washington DC 你说赖青的也去过几个大城 有警察帮他开道吗 不要那么酸葡萄好不好 不要把故意说那是市政层级 把他下降等 第一个 象征的意义很多 我到的第一个大城 我是警察出的 美国的警察欢迎我 那个象征意义很强 第二个 去学习学习 纽约的人口是台湾人口的一半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世界的民族 你就学习一下人家的 怎么样去治理那个东西 拿回到台湾来 我们不管是防诈骗 自然 这也都很需要 最主要是警车开道 你耐心的办得到吗 不 既然老费讲 老费讲到这个我就不能補充 我懂得比你多了 我跟你讲这个NYPD 或者是LAPD 或是西雅图的PD 其实现在都进入空前的低潮 你知道 因为他们命成败 因为就是不应该有的暴力 就是无辜杀老百姓 或者是甚至西雅图几年前 还通过要把他们的预算砍一半 我们不说要警察 然后砍完以后 这个市中心变成一个暴乱 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 后悔来不及了 所以警察很愚蠢 你晓得现在侯友宜 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怎么讲 The CUP Our CUP is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你知道吗 这算是好事 警察很账争 你知道吗 我账争 江嫂 我这样子 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今天侯友宜 他在接受夜市的时候 接受这个习嘉宁的这样子访问 讲出来的那句话非常的好 就说他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会问说你们到底会不会出兵 来捍卫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侯友宜 在接受这个赵先访问 很清楚的讲他的这个政策 九二共识之后 唯一得分的一个随机专访 这个你是正式的访问 一个随机专访 大大的得分 就侯伴后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可能是基于各种考量 觉得说那样子谈话不够完整 然后人才刚刚到美国 你就讲说我要不要去 他会不会出兵 你是不是这样子会有点冒犯 我觉得这样想法就错了 就说今天你作为一个国民党的 中华民国的总统的参选人 因为现在不是候选人吗 其实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美方是怎么对待 怎么去对待这个国民党的 候选人的这个态度 你当着他的面 你当着他的面 你讲一些呢 你讲一些话 坦白的讲一些话 他可能会不开心 但是他会尊重你 第二个 你在面对这个美国的媒体的时候 他去的每一场都是硬仗 彭博社也好 或者是纽约时报也好 他们问的就是这些问题 你就是挺直腰杆 讲出你这个 你要代表台湾的选民 讲出你最真实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嘛 然后用台语的这件事情 他不只是说侯友宜 他不擅长用这个国语来表达 他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在于是说 你今天用台语讲话 对于美国政府来讲 你就是道道地地的本土派的 国民党的候选人嘛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策略了 翻译有什么难 在那么当地有那么多的 这些local hire的很多 就是像是独派 像是独派的很多人 找肖美琴去做翻译 很多人他们都是从小在国外长大 他们台语很溜 台语很溜 英文很溜 他国语不溜 那不是正好吗 肖美琴是中华民国驻美代表 不是民进党驻美代表 他既然台语 英语都好 下面前来做翻译 这什么不行 要求嘛 对不对 他不当然可以有资格要求 而且省掉旅费 对嘛 基本上是这样 侯友宜要摆脱民进党跟美国人讲 国民党是什么亲中反美 第一个说台语 已经洗刷一半 第二个不是问美国人说 老共打台湾你要不要出兵 是告诉老美说 如果老共打台湾你要出兵 老美是还怀疑我吗 还怀疑吗 讲清楚就是要 是不是要回来